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茶老匠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少少而为马 了解一下 五四又来了 1919年到现在 也两个世纪了 五四运动变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 一个开端 纪念五四运动 有一种另类的声音 历史学家张明说 土匪军阀 比思想家更能够创造历史 张明说每当提到五四 他总想到了军阀 因为五四的发生 恰好就在军阀统治的时期 当时大总统是徐史昌 实际掌权的是婉系 军阀断其类 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 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 让我想到 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 五四的作用 是否更多是一种精神象征 而后来的政治操作 时期日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张明的文风 很细消 很犀利 他说 我们这个民族 按照美籍华人林律生的说法 多少有点思想决定论 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 兴亡庚地 人们总是把棍子 板子 打在学风 士风的屁股上 明朝亡了 大家说是 学风空疏 世代乎袖手谈心性所致 晚清示威 人们又埋怨前家以来的 怎么样了 普学 这个考据 五四和五四以后 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 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果 直到今天 我们的五四情节在某种程度上 也还是老祖宗的极席 首先必须说 君华是个坏东西 这没有问题 其实近代以来 凡带上 罚 这个字的名词 都有点骂人的意思 在老祖宗那 罚越 好像还是挺中性 门罚 那就是有点贬义 军罚 学罚 财罚 党罚 戏牌下去 还有十几个罚 其中军罚 是最令人鄙夷的 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 属于千余年来 为国人所不齿的 君汉武夫 尽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个君汉武夫呢 一向给印象是 行为出鲁不讲道理 特别是看上哪个女学生 就要拉去当姨太太 但很不幸 五四前和五四后 中国政坛的主角 却只能是君华 有枪的 说话声音就很大 声音大 不等于光干坏事 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 学生是一批一批被抓 北大法学院都改成了监狱 好像当局依然心奴石铁 就是不理会 后来的转机 我们的教科书 说的是上海工人一声援 北京政府就害怕了 赶紧命令中国政府的代表 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张明说认真读一下史料 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 还有军阀 闹得最凶的当时号称善战的 北洋军华第三师的师长吴佩福 吴佩福当时的湖南前线 南北军华混战的前线 他总是要在报纸上抨击卖国贼 今天一篇新式的驱恶余文 明天一通访陶悟空疾文 上海护军使卢永贤 卢永祥其实也在积极的帮枪 所谓的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 其实就是卢永祥哪来吓唬北京政府的 那么到底是谁最后起了作用 不一定说得很清楚 但至少在那个时候的军阀 跟着起哄 还是有些用的 在这里呢 我们要说的不仅仅是声音大小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 在这些声音大的人 所作所为的后来的历史的影响 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 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 当时陈独秀办的新青年风靡海内外 销量最多也不过一万多本 下层的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新青年 新青年写什么骂什么完全不懂 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 而军阀的政治炒作 动辄波及十万的士兵 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 让他们过了多少年 到今天也还是记忆犹新 五四以后的军阀 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来 直续 直续军阀吴佩孚 一直在想 想折子 让他的部下崇拜自己 一边动作夸张的作秀 一边做精神喊话 道解部下上下级就是军程 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 他自己的坚持五不足义 其中不借外债 不尽诸界 吴佩孚一辈子就做到了 郊东地区的军阀刘真年 也想人家崇拜他 办法是让部下士兵 人人佩戴他的相章 背诵他的语录 相章是辞职的 语录也是有本质的 你看不是后来林彪的创意 早在军阀时代 人家就这么玩了 那个绝了西太后 和乾隆的陵墓的小军阀 孙殿英 他没有语录 也没办法做精神喊话 但人家搞了个叫门 叫庙会道 自己是道手 所有的几万官兵都是道众 军队编制和教理的组织相互重叠 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灵魂护体的一个灵头 孙殿英发布命令 往往就是神域 难怪人家的士兵 掘墓的时候胆子就特别大 因为有神域 有意思 孙殿英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军阀 有意思 那好了 其他的军阀我们就好了 那么这个孙殿英 学木 当然我们知道 那时候也要把陆军的跟着 跟着这个掺和了一下 做事不那么的赤搂搂的也有 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 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 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 崇拜他们自己 但结果可能更好 比如说唐生志 唐生志歌剧湖南的时候 碰上了一个顾和尚 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 人家居然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 讲还不算干脆一点的法师 一个营 一个营的全军将士受戒 官兵受戒后 发给受戒正章一个 竟然让他炼成了一支佛军 比起他来 冯玉祥要比唐生志洋气一点 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 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义倒也差不太多 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 冯玉祥的军队 全军领洗 有外国记者说他是用水龙头干的 一交一大片 其实不切 每个营切实也配有随营的牧师 开办基督学校 按时讲道德做弥撒 自然人们就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了 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 而且把文章做到了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 也有几位 比如说三西的延细山 这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事业生 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 完全搬到了三西农村 把三西农村重新编村 整个组织起来 一套是村旅 邻的行政网络 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 像西村会 监察会等等 村里长都是城里登记在案的官员 由政府发给补贴 对所辖居民握有生杀以夺大权 盐细山管他们叫村干部 第一次用村干部还不是共产党 那是盐细山 干部这个词可能是第一次引进 那么对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争来说 这个变化太大了 用当时三西老百姓的话说 就是灭门之线 安到了 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 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 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 定期检查 每个农民要接受检查 有意思想和行为不端的 马上进行思想教育 教育不好的 所送上线上的有民工厂 去劳动改造 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 则是由现役军人 派回农村组织的保卫团 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 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 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 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 靠的就是保卫团 谈到广西 广西的李中仁和白冲喜也有类似的表现 但是他们吸取了这山东周平 岛 乡村建设的梁树民等人的做法 农村组织化是间正学军三位一体 县乡村三级 既是三级的行政单位 也是三级的国民学校的体制 又是三级的民团 美籍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 在改革的同时也实现了干部年轻化 制式化 人家也玩得很好 张明说 我们现在也该清楚了 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 军阀们还真的做了不少事 这些事对后来的政治和政治文化 一样具有影响 宗教式的团体营聚和控制 后来有过 农村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组织控制 后来也有过 甚至那村干部的老池到今天也还叫 个人迷信和崇拜 后来也不仅有过到现在还停不了 连象征我们都佩戴过 而每个人不只有一个 古代是皇帝搞个人崇拜 但人家想不出向张这个高招 其实呢 后来的人也没有慧言 他们从军阀那里学到了什么 毛泽东就曾经说过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就是跟军阀学的 而且老师是有名有姓 就是他的老乡唐延凯 说人家从来不做空头的首长 总是要军不军兼省长 所以呢张明很感慨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的历史 而军阀土匪马贼帮汇龙头兵匹 以及各社乡村能人 其实有多的创造历史 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 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会比前者小 影响更不会前者小 恰恰是因为动荡的变化 使得这些军阀们格外的活跃 可惜的是 可惜 我们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到这一点 中国政治的资源 来源其实不仅是西方的 日本二道爷的 俄国二道岛的 还有本土的 本土的也不尽难来源于点击和先行 不少其实真有点下山难 没办法 历史就是这样 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 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 张明 另一个角度 评论武士运动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理 有 Healthy 优势